BRD SongPro新能源在8月份也持续保持稳定的销量增长 8月份一共售出了21000台的好成绩 可以说是一个妥妥的爆款 而且它的全年销量是超过11万台的 但是为了满足用户们更多的需求 于是BRD SongPro DMI冠军版出现了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这台车上有什么亮点 因为这一款车型也是比亚迪王朝家族成员当中的一位 所以它的外观设计也是基于比亚迪的王朝家族设计语言打造而成的 但是在这台车上又有一个跌代进化 你可以看到它的前脸部分换装了全新的龙颜 所以看起来的时候它更加的富有一些攻击力 而且层次感非常的鲜明 两侧龙须的设计与前大灯自然连贯 而且会显得整个前脸部分非常的修长 而且它也采用的是LED的光源 点亮之后非常的有辨识度 并且它里面是非常有序的进行排列 所以整个前脸看起来就是这台车 它非常的年轻化 而且非常的具有攻击力 但它的龙须部分会向车身的侧面延展出来一条非常动感的腰线 这条腰线也会将这台车的车身轮廓勾勒得非常的流畅 下方它采用的是18英寸的轮毂 因为我们并不是顶配车型 那在顶配车型上面将会配备19英寸的铝合金轮毂 尾部采用了贯穿式的LED尾灯 在非常有辨识度的情况下 它同样做的很有立体感 而且会让这台车看起来它的科技感更足 并且细节部分你去细细地看的话 会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我觉得对于整车的氛围营造上面来说 其实尾灯的加入是一个点睛之笔 好了 那我们外观部分就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坐到车内去开一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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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开起来了 那这款车上面啊 它采用了这种动力方式 也是由一台1.5升的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那这一套动力系组啊 它的最大功率是可以达到173千瓦的 我觉得这个动力还是非常充足的啊 因为你去想一想啊 基本上就是可以媲美一台2.0T的发动机的一个最大的输出功率 所以在你平时行驶行驶 所以在这一台车开起来的动力是完全能够满足你日常使用的 而且因为有电机的加持所以它的加速感是非常猛烈的 要说啊这台车开起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安静之外就是真的非常的平顺 因为呢在这一款Sone Pro DMI冠军版上面也是运用了它的EHS电混系统 这套系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把电机和发动机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的巧妙 而且非常的丝滑 你会感觉到啊 无论是你在用这个低速纯电行驶啊 还是用这种中高速还有混动的这种行驶 有发动机介入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它所有的这个动力输出都是一气呵成的 以上我们所述的种种啊 其实都是这一款车它的基本操作 而这一次主要升级的亮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一款车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71公里 你肯定要问了为什么是71公里 为什么要新增这个版本呢 其实啊是在比亚迪他们做大数据统计和分析的时候发现 有超过84%以上的新动员用户 他们日均的行驶里程都是在70公里以内的 所以71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设定 再加上啊 这款车它的全系都是标配直流快充的 30分钟就可以从30%冲到80% 而且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是可以达到1090公里的 那种种原因相加起来呢 我觉得这一次它推出的71公里纯电续航版本 作为它的入门级别呢 就是为了满足更多的用户 它的一些出行需求 而且呢 通过我们这些配置啊 以及这台车的动力表现来看 我觉得它真的是做到了入门及高配 那在驾驶辅助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它的360度全景影像功能 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车外的环境 包括车身周围的一些障碍物的情况 配合上它的全系透明影像功能 连车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一览无遗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其实对于一些先手来说非常的实用 还有呢 就是它的D-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其中呢 就包含ICC的领航驾驶辅助系统 还有ACC的自适应巡航系统 包括还有像车道保持啊 碰撞预警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如果您对此有一些需求的话呢 那就可以去选择相对应的车型 之后呢 还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 在这台车上面 它搭载的DIY超级混动专用的功率型刀片电池 为什么每一次大家提到比尔迪 就会想到它的刀片电池 而一提到刀片电池 就会想到它真的非常的安全了 实际上啊 它的电池包是有一套全方位的保护系统的 首先就是在它的车身底板 电池包周围是有车身大梁结构的 所以这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面 去保证它的电池包体安全 其次啊 它的电池包体本体有保护系统 全铝包体的一个设计啊 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去保护它的电池心体 另外它的电池包体下还有护板 这个也是为了防止啊 在车辆磕碰的时候 电池包受到损坏 最后啊就是多达十余次的真实碰撞测试 每一次的真实碰撞测试 都是为了验证这款电池 它的安全性究竟怎么样 那我相信大家通过对于刀片电池一些实验 包括一些真实碰撞这些结果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 对于这个刀片电池的安全 所以在这台车上面 依旧配备的是这一款电池 大家也依旧可以放心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和大家报告一下今天行驶的真实油耗情况 我们在云南腾冲的山路上面 行驶了76公里 花费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它的真实油耗表现是百公里3.7升 是不是真的特别的省油 我觉得它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来看我觉得Song Pro DMI冠军版呢 它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的 比如我们这一款 它其实是纯电续航里程71公里的版本 作为全系的最入门版本 它的科技配置非常的丰富 足够满足您日常的使用 那动力又是非常充沛的 最关键的是在安全上面 它有大大的保障 所以我觉得啊 它的出现也势必会让AGI Cuv市场 再刮起一股浪潮的 因为它的综合实力真的太强了 好啦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您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拜拜